OK 今天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Preview 876 一般上我们是要怎样做一个保养 其实保养只有三种保养是我们需要常做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冲凸头清洗冲凸头 就是group heat的graining 第二个是我们要除够 除够就是叫做discame 然后第三样东西就是这个steamer的那个保养 我们怎样去清干净我们这个steamer 首先第一样我是要教大家怎样来做一个group heat的graining 当我们用这个咖啡机大概是200杯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这个灯它会亮 它有两种亮法 一个就是它是在闪灯 另外一个是定着的 定着的灯它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个保养的方式 首先我先讲是闪的 闪的灯就是代表我们需要做这个group heat的graining 就是冲凸头清洁 OK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冲凸头的这个 怎样做一个冲凸头的清洁 当你看到这个灯在闪的时候 就是代表我们需要做一个冲凸头的清洁 所以我们要怎样做呢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单份的这个filter放上去 然后你买机的时候它会有给你一个这个速脚片 然后我们就放这个速脚片上去 接下来你需要一个这个清洁定 claiming tablet 把清洁定放在中间这一边 然后我们直接锁上去 直接锁上去过后 就是这三个我们必须要先关电 记得一定要关电 然后这三个button一起按 按三秒 这样子就是进入这个清洁模式了 打这个清洁模式大概会用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过后它会自动停封 我们就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就只是在等就好了 OK五分钟过后 然后机器已经完全清洗完毕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打开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 那些咖啡自然是黏在上面 意思是说它里面是非常脏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时常要清洗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ray倒掉 倒掉过后 我们第一次的咖啡冲过后我们不要喝 然后第二次泡过后我们再喝 就是这样子 记得点赞关注哦